请问您接受不谦谦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用尽一声爱她 呵护她至死不渝 请问您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是惊喜啊 这种幼童又浮夸的巧闻老套举起 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只是不必不必了 还不是为了抬上那个刺猎 一年前的金田 我刚在海外拿到自由搏击金腰带 没想到我的大财女妹妹 却在国内遭到职场霸凌 我不得不紧急赶回来 就是这在无良前妻佛命里 看我怎么收拾人 哟 这都一个月了 金达瓜终于回来上班了 果然认不出来 我是双方她姐姐 你说什么 靠讨好上级的总前秘书 有什么好 喂 你好 W1美中世家 你有毛病吗你 说 梁翔翔再拿 奇怪 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力气好大啊 金医术 气坏老娘了 闹门无他 能不能提高点声量 能不能别什么事对我吹啊 不要讲完了 以后大家都不用讲完了 不给大家讲完了 干什么看 没有工作 天天落雨 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 有没有带脑子上班 有没有带脑子上班 用力 给我冲坐 快点冲坐 天天压着我妹妹的 就是你的这些 你干嘛 我以后会再说过别人了 要什么保安 好了大家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回头再解决 现在有紧急状况 金秘书跟我来 金秘书 快跟我走吧 蓝总经病出大问题了 你知道我这次损失了多少 自己看报表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 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 那正好 让我好好教训一下 这帮人的头客 国外传来信息 获顿是十佳青天代表蓝陈先生 让我或是接受精英奖 再激热 这位自己的一年早逝 他爷爷从小就培养他 做蓝氏家族集成人 如今他已是 蓝氏女当事家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 让爷爷安息在国外 蓝神未来不可忽量 而是过前为公杀人 但母亲一直在 以为服务生 最故事一般的商人 蓝总裁 您说W6一 全局因为我来任何家的理议 你对于白组的同事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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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总裁 你们知道两分十五秒 我可以干多少事情吗 实在是太慢了 这就是你们处理紧急状况的效率吗 要不是经常我找的提身 不知道还要浪费多少时间 对不起蓝总 以后我们会加强 你看表情猙獰 毫无形象 我不允许我的秘书 会犯这种追击错 练号你的表情管理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我在海外打综合格的比赛 拿过世界冠军 但是脚发的伤势让我不得不离开擂台 回到家乡看看有什么发展机会 但当我回到家 却发现我的双胞胎妹妹 在公司遭遇了不公待遇 甚至个一巴掌打成了轻微脑震荡 从此妹妹换上了失睡账 所以公司赔款并给转正 有四十天担心休养假期 在治疗下 身体也慢慢康复了 但心理负担却难以卸下 晚上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却说换份工作 她不肯 因为进入WE集团 是妹妹的梦想 我忍不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完成妹妹的样子去上班 让所有欺负过妹妹的人 付出代价 金秘书 我的脖子 我痛啊 蓝总 新闻方案会马上开始 所以高层都到齐了 好吧 准备开会 走吧 金秘书赶紧别上吧 所有高管都到齐了 所有 那我就可以一王大敬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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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待会的新方案是谁来讲 不知道啊 幸好不舒 谁对着蓝城不新荒啊 年纪轻轻就被评选为 呼呼斯三十岁以下 全球精英第一名 蓝城的要求那么高 待会儿去点看戏 蓝城总来了 蓝城总好 坐吧 好 各位 我们WE每招世家 这次的新品呢 主要是选举从北纬37度 天山山脉 各有的泰罗卡种子 其中萃取的抗氧化物质 高达百分之七十八 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为什么说是百分之七十八呢 泰罗卡种子经过烘干清洗与提纯 附着在表面的抗氧化因子 会有零点二五克的流失 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六 所以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蓝总说的很对啊 但是呢 作为集团的创意总监 我呢 有这样一个想法 咱们的产品啊 是温度的 而不是只有冷冰冰 这就是一单市场生意 商场也无需温度 也无需热 B级市场愿意带女 消费者愿意买单 这就足够了 好的 蓝总 消费研究进度 立华国际的投资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尽快落定 是 蓝总 车帮 怎么回事 我早上出门 不小心被车撞了 我转过车 我要做到他的手 行了 据财务室领取十倍的 医药费原附体训金 这事就过去了 金秘书留下 其他人都散了 金秘书 你还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 如果你还想继续做我的秘书 就请你不要像今天这么冲动 我 你也知道你是怎么进公司的 当时我力排众议让你做我的秘书 既然你选择的这份工作 就要对自己负责 把今天行程发挥一下 我要的马卡龙发你手机了 可不可以不能做 15分钟后 送到桌上 不好意思小姐 请到那边排队 你拿好 你为什么不能排队 这是这位先生提前预理好的 而且这是最后一会儿了 您可以尝尝辛苦 那先给你帮 你这么着急 我想你一定给我更需要的 谢谢我大叔 多少钱我找你 没事 下次吧 下次你请我 谢了 要不帮我做一份那个吧 好的 总总 我们马上再为您重新做一份 金秘书 是不是以为有兰总给你撑腰 你就能肆意乱为了 打你那一巴掌不长技巧是吧 不长脑是吧 你给我整个脑子吗 那巴掌是你打的 打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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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再重点你们俩 你给我给人机秘书生气了 给我好好找找记性 打女人的男人 最垃圾 找开泰拳馆的凌峰 狠狠教训就是他 是什么 一号公平善待同事 别小看女生 不然我随时不出现 我现在没胃口 你把它吃吧 用毛病吧 你以后不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谢谢 那个 你一个月没来上班 我们对一下工作内容吧 首先是 新品研发方案的推荐 这是我们能抓住 立华国际投资的最好方法 其次就是 新品手 你有注意到什么没有 注意什么 我的领带来了 那要怎样 那我记好 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 你领带不会自己记吗 这就是你做秘书应该做的事情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行 我帮你记 行动坠入天气 你坠入我心底 还傻着许愿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两座孤岛相遇 是远分得起 妈 经历说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出去吧 好 站住 你还记得我吗 这是哪来的 穿这么还算 就是 就这样还想来应聘总裁秘书 好 下一位 走吧 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金西恩 我有商学士 我有工商英语和商业管理的 双学士学位 并且发表过三篇论文 请看一下 那好吧 这什么玩意 就你了 天心 天心小姐 我看你在档音材上 看过了文 我在上面也看动画 我知道难度的 不错 就你了 天心 站住 你还记得我 不记得 我每天见那么多人 金秘书 你看时间不早了 你先下班吧 出去把门带上 金秘书 我一定会让你记住我的 妈 原哥 这么晚 找我有什么事吗 闭坏国际的事情 咱们要开个股东大会 研究一下 就你再跟资料花份是吧 我先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 我安分一点 你就是大小型管的林峰 我让方圆板里的人都认识了 你也可以叫王子 或者 Breece Breece 早知道你是我粉丝 我就不打你了 但是 我也是有原则的 听说你在公司老师欺负同事 利用你的职权搞得迷路聊生鸡飞鸟跳 所以我来着主持公司 然后再往来 我他们只能跑 他以后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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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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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干的好事 我手机器都快爆炸了 进入W1集团 是妹妹一直以来的梦想 也是她的人生目标 作为姐姐 你一定要帮她把这条职场之路给打通 不是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学历 扮成妹妹的样子 我要让所有欺负我妹妹的人 都肆意到代价 打啥了 喂 我是金轩 我今天回来上班 喂 我是金轩 我今天回来上班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 金轩 上次 我的脖子好多了 弄着干嘛 帮我穿衣服 你是残疾吗 连穿衣服都不会记住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好了 我知道 我帮你 记住吧 嗯 在接下来的公事中 我发现她对工作认真负责 严谨细致 办事进退有度 除了自恋 孩子气 说话难听 自以为是根臭鼻季等等 其他的 我暂时还勉强可以应称 她办公室有好多服装设计相关的手机 还有很多她的服装设计手法 我觉得这些设计 有温度 无灵魂 不像她对于美装引发 只有我明明的数据分析 我也在焦点里发现了 她曾经被霍顿市最好的服装设计大学认识过 但奇怪的是 她的大学毕业照 就是霍顿市美装设计大学了 蓝正 我努力坚持到妹妹回归的一天就可以了 不管那么多了 没想到做秘书这么累 就是给人做牛做马 姐辛苦了 尝一个这个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我现在没胃口 你把它撤 你有毛病吧 你以后不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这不就是蓝正那天 邀我去公司楼下 让我买的马卡龙吗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在公司楼下发现了这个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而且 记得有一次 我在公司加班 董裁送我回家 不好意思啊金秘书 其实我是因为不想我妈 抢在秘书监督 所以才选择了你 当然你也很有胸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你可以和我说 我会再给你找个职位 心思大于不变 金秘书 这个是蜜蜜马卡龙 丁糖卡 没有负担 谢谢 那我走了 大家楼下一后 他也送了我这个吃的 没想到我们口味这么大 那我知道你不想离职的原因了 喂 金秘书 五分钟内回到公司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还让不然休息了 金秘书 搜索情况 老娘我已经下班了 打工人也是有休息的权利 我秘书 不是你保姆 不是上你学校随道的 他挂我电话 这儿有病吧 他挂我电话 因为自己是总裁 就开始为所欲为吗 姐 不用把话说得那么 毕竟是我老板 蓝城 蓝总 你来干嘛 没空 总裁确实可以为所欲 既然你金秘书 不愿意回公司 那就知道我过来了 你有病吧 乖 金秘书 宴会马上开始了 丽华国际的曾总 也会参调 这次宴会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的秘书不在我身边 这次宴会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的秘书不在我身边 我这这衣服去晚宴合适吗 不预定穿过人间 想用这默契 你好蓝总 欢迎会员 帮我什么叫淘书 好的没问题 这一副框架设计感很不错 但是 但是 里面的设计跟颜色不太大 以后大声司机说过 最好的特别是配子 进阶线 谢谢独大 当你独裂出的裂壳 渗透进了你 你带着光来临 导致我的心 呃金迪说 还有三分钟 作孤岛相遇是缘分的继遇 我是蓝晨爷也蓝人赏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蓝甲与顾甲联合举行的演会 今晚都是无酒精音品 请各位放心引诱 众所周知蓝甲和顾甲是视角 我和顾老爷年轻时一起打拼 互相扶持 采用了今时今日的基业 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 我家孙子蓝晨和顾家孙女顾千千 都通了始婚之令 我希望下一代能传承家族传统 为我们蓝甲和顾甲增齐天丁 哈哈哈哈 不是说经历怀国际的怎么回事吗 什么情况 千千啊 坐那么远干嘛呀 坐到柴儿旁边来 你们俩小时候可是惊为竹马长大 那会儿不让他们俩坐一块 还不高兴呢 哈哈哈哈 拜拜 我本来以为 今天是和历怀国际的一场晚天 没想到是一次家族聚会 很高兴和大家齐聚一堂 我提呗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 我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 我也不想再让大家猜疑 我的心上人就在这里 他就是 我的秘书 金星 他就是 我的秘书 金星 不知道啊 这个秘书 不不不 这不是 我不是啊 我真不是 你当然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呀 男生 男生你太过分了 不管是惊娇还是美兰 他都说蓝丘的 我看谁敢动他一根好毛 這不讓我告訴你 閃了 你在說什麼呢 我跟藍城市 你沒有任何關係 快拿著他吧 狗狗 狗狗 到家楼下以后 他也送了我这个吃的 没想到我们可为这么大 那我知道你不想离职的原因了 刚才的事 我是来帮你工作的 我才被你当作一个棋子来利用的 刚才的事 我很抱歉 因为一是想不到还有什么借口 就随口说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 你都只是想着你自己 参加药会你要人配 衣服你要人帮忙穿 连这个马卡龙你断 没错 你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 不认识你的人 会被你吓死 认识你的人 会被你气死 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那你呢 是被我吓死 还是被我气死 老娘我只想打死 不过 这身衣服还挺适合你的 这衣服 我刚刚打保安的时候 不小心撕破了 是不是很贵 那可不可以从我的工作里扣啊 扣什么 这衣服 穿你身上就是你的了 那你不早说 早说我刚打保安的时候 我就多注意点 都怪你 刘欣 好漂亮啊 有点冷啊 确实有点冷 辛苦了 早点休息吧 走吧 今晚上加班 明早我要休息半天 你要是赶课工资 对不起 对不起 顾小姐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顾小姐 是我做妈妈的不对 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女儿 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她吧 阿姨 我理解她 我理解她 只是你女儿给我们造成的财务和精神上的损失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而且这赔偿 我看你家也拿不出来 那不如 诚心诚意的 跪下 替她跟蓝家和顾家好好道个歉 这事我们就算了 好吗 顾小姐 这些事情跟我妈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避难她 我看你是有精神分裂吧 刚才还挺蛮横 现在就怂了 你妈没有教会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格 今天我就让你 你妈没有教会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格 今天我就让你 我刚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不许动她一个喊毛 莱莱你凭什么这么护着她 不许再打扰金钱 那郑芊芊 这么晚了 不要打扰他们休息了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大家都知根知底 不会乱来的 来 芊芊 你现在开始装小白兔了 行 我们等 阿姨 金秘书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 我一会儿 你坠入我心底 爱上着虚运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躺你 沉入你的海意 将灯水入成泥 连控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两座孤岛相遇是 就要 要敲门 都是你惹出来的事 今儿你选择这份工作 两个小冲 立场过去开会 一个小小小的车子会在档口接你 这次千万不要再给我搞什么 南总你好 中会长你好 这位美女是 这首领厦 你好 张会长 幸会啊 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 恭喜啊 好好好 谢谢大家 恭喜张会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张会长 奇怪了 我说我说服吗 你怎么说服吗 国家的公司要上市了 我说服吗 这么小啊 马卡龙大叔 你今天是很健康啊 怎么今天不拿甜点了 我本来就不爱吃甜点 你很喜欢吃马卡龙 这个啊 这咪咪咪的甜品 明着糖迪卡 没有负担的 行 你要是喜欢 我下走行李 就当是谢谢你上次给我 报警 很好 快点 开动 刚好吃吧 我的骨头 放开这桶 让我们为难你 全放过谁还不一定呢 孙总 这几位其实 是我的保镖 哥大哥 误会 误会场 没事的 这是我朋友 刚刚手机他帮我抢回来了 孙总 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赶快回回场吧 你们先帮我把这位女士送回去 不用 我自己回 你们先忙 先忙 刚刚的某面人 向走我的手机 往里面插了一个U盘 你帮我插着怎么回事 身边再帮我插着刚刚那女生 好的 跟进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贵宾 丽临我们今天的晚宴 也希望可以为大家迎到一个 诸诗诗诗诗的经营教育会 考虑到大家都开车 所以今晚提供的都是五所经理 要是这场 我们十分荣幸邀请到 郭顿 是多少小间买 以及各位个性 再次感谢各位来宾 百忙之中抽空出席 在我们本场活动正式开始前 让我们热烈欢迎 力怀国际总裁 曾怀石先生 为我们致辞 曾怀石先生 为我们致辞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立临 霍顿式第八线 精英交流晚会 我是力怀国际投资代表 曾怀石 从BG老师开始 我们一直秉承着 为霍顿式打造一个 合作共赢的商业交流平台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很多个人创业者 企业 集团 多得到了更多的商业机遇 与拓展商业合作的机会 在此期间 我们立怀国际 一直在着重寻找的社会 有帮助 持续的正能量的企业来投资 希望能够获得社会 跟进发展 贡献绵薄之力 不是 大家有个人知道 我们去年做了非常多慈善的试验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慢慢找到了内心的祥可 与平静 特定怎么样 曾总 能否接着我说话 蓝总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公司最近在轻轻融资 所以正好讲跟你聊 蓝总 蓝氏家族应该不学投资 你也知道 现在市场不好 所有的SG投资公司都非常谨慎 只有你们另外国际签投 他们才会跟投 其他的SG公司都有自己的美装品牌了 所以断投资的可能性不大 是 你说的对 你们给过来的资料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但我们更要求稳 相信这一点蓝总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也相信曾总 也看到了我们的实力了 实力是无庸置疑的 只是目前还排不进我们前十个领袋 你们公司 不是有二十个领袋了吗 今天大家都提制减量了蓝总 那我们集团 为什么连前十都减量 蓝总 家族企业 个人权力凌加于公司制度 财富高度集中在你们高层手里 并且你们已经三年没有公布财报 所以即使你们这么大的家族集团 我也并不看好眼睛 曾总 我觉得哪怕是家族集团 那也是不能小瞧的集团 而且W美装饰家在货对市的地位 你是知道的 并且 咱们蓝总 年轻有为 怎么可能没有远景呢 金秘书 又是你啊 你们律师 何止认识 这位小侠女刚刚还救了我一命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W美装世家的秘书 丁仙 你好 我是立华国际的代表 曾坏师 私人秘书 私人 有趣有趣 既然是宗明根人的老板 我提北 找时间我去公司派访 随时欢迎曾总 欢迎曾总请你指导工作 你们聊 我过去那边 对了 蓝总 你们集团要是再拿不到B轮 应该就要撑不下去了吧 那你也太低估我们集团 顾千姐 阿姨 我理解她 那不如 诚心诚意的 跪下 顾小姐 这件事跟我妈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为难她 我看你是有精神分裂吧 刚才还挺蛮喝 现在就怂了 你妈没有教会你 要对自己的行为自责 今天我就让你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喝了一盏云的吧 顾千姐是曾坏师的表妹 你不要紧张多 你们家可真可悲 顾千姐 真实啊 一只小白兔 一只家家不好 雷脚也不好的 蛮横小白兔 梦卑如眼睛 你追着我心底 海沙就许远远来 你就是那个流星 两座孤岛 相遇是缘分的情 梦卑如眼睛 你追着我心底 海沙就许远远来 你就是那个流星 两座孤岛 相遇是缘分的情 都罩人 一只小白兽 你都罩人 还没有乱出手呢 哭 梦卑如脸 无可怎么样 至少离开国际愿意过来公司考察一下 也算是不错的检查案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探秘 深入你的爱意 墙盘深入成你 连同这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寄宇 当孤独裂出了裂痕伸透进暖宇 你在这光来临 照进我的心底 星空坠入相机 你坠入我心里 爱杀着续运 原来你就是那个游戏 翻开我的秘密 结束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探秘 深入你的爱意 墙盘深入成你 连同这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当做不到的相遇是个冷的机遇 蓝辰 蓝辰 WE集团是我们家族几代人 努力的成果 跟利怀国际的独自合作 持续成功 不许失败 既然你不肯通过联姻达到合作目的 那就自己坚坑 家族的命运都在你手上了 你看着办吧 财务部准备好企业财务报表 项目组负责公司会报PPT的 会请要再检查一点 会议室的布置就马上会务组织的行为 事情比较紧急 击顾大家 半个小时后 立法国际开会 咦 你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适合作为我们的投资对象 孙总 台面下的内容我们都干干净净 我们绝对是你们最佳助资对象之一 是的 孙总 而且过去五年 我们公司都占市场付到八成以上 而且我们的新品马上要上市了 现在预约已经一千万以上 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不好意思 我想我刚说的很清楚 现在的会议就先这样吧 谢谢大家 孙总 金秘书 你可以出来 出来去 金秘书 如果那天不是你帮我抢的手机 我根本不会来这趟 如果贵公司连账目都不干不净话 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样一家公司合作吗 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样一家公司合作吗 刚刚蒙面着强走我的手机 网里面插了一个U盘 你帮我插的怎么回事 好的 孙总 查到了 你手机当时插的UISP里面 是WE美装机团的账单 估计是怕网络发送或托人败送的话 贵人一报的身份 所以才会偷了你的手机 好 那谁 这是高层内部会议 不是秘书应该来的地方 有蓝总在的地方我就会在 如果你看不惯 说明是你不适合在这里了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事情吗 你这不怕我把你 怕 怕什么 怕周朱布被撕开吗 导致刚刚会议上出现这种状况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领导 都脱不了任何干系吧 是账目 是账目 是我们公司的账目出现了状况 才导致刚刚曾总 拒绝合作 太可笑了 你跟秘书动什么 真的是 好了 大家冷静一点 秘书 你刚刚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你知道他代表我们公司背后 有多大的问题和隐患吗 我当然知道 我比在座的各位都更加惊讶 因为这是曾总 亲口告诉我的 好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再会 这件事情 我会处理的 金秘书 今天行程全部取向 没有我允许 谁都不许进来 蓝总 今天 行了 出去吧 姐 蓝总现在怎样了 是不是受了很大打击 不清楚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了 姐 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 应该没那么简单 现在只有你在他身边 你哥得帮帮他 咱们就简单查一下 能查多少是多少 毕竟 也不像你多了这份工作 工作没了 可以再找 帮过我们 而且 她是妹妹喜欢的人 嗯 所以咱们帮帮她吧 先快醒醒 赶紧最分真实的市场 出去调研出来 蓝总 谢谢你在 顾亲亲来我家 捣乱那天晚上 及时出现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也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所以呢 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你表现 这是 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 以赴达身司机的设计手稿 还有金笔签名 金笔签名 你从哪能到的 我在国外的朋友帮我找到 你还出过国啊 那当然 我在国外打联赛 我在国外参加 大学生科技创业大赛 那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服装设计啊 瞎子都知道好吧 你那办公室 全都是服装设计的书 金笔签名 谢谢你 我感觉好多了 即使你不用那么有压力的 公司在这段时间 出现了非常大的资金问题 如果没法合理怀国际合作的话 公司可能随时都会倒闭 如果公司倒闭了 我就可以换一份新的工作 就不用这么高压了 你就自由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公司承载了多少家庭 公司打乱 他们怎么办 其实自我入公司以来 我就知道 没想法的势力非常大 包括布正经 佐贾账 梁梁强 都是他们的人 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他们 拔除会有侦措 还需慢慢来 改革需要时间 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但是希望 你在完成这些使命之后 可以做些真正你感兴趣的事情 好啊 我答应 星光坠入天际 你坠入了星雨 像是寻人来 你就是了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逃避 好啊 我答应 叶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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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总的状态总像回暖了一些 不过我在他身边 是感受到他那尘定定的负担与压力的 为了妹妹 我还是希望能帮到他的 谢谢 金秘书 把过去三年的账单都整理出来 资料有点多 我让远哥一起帮忙 好的 蓝总 我们集团的每一份账单 每一笔流水 都会同步上传到我们的财务系统 而这套系统已经是当前最安全的级别了 那管理这套系统的是人还是电脑 是人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喂 姐 我刚刚想了一下 这些项目组长梁梁强和行政总监不正经 经常给我一些奇怪怪的工作 明天早上交给我们 弟们 你给我摸鱼啊 味不错 梁梁强坐 里面有一份很奇怪的财务报表 我好奇看了一下 里面的数据和公司的收入 有很大的收入 说 雷香方的做假账在哪 我怎么知道 你找房干嘛 四个月前你给过一份财务报表 里面的数据收支非常不符 到底怎么回事 四个月前的事情我怎么记得 再说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还不说是吧 两个人他都告诉我了 到底在哪 在姑娘庆乐部 你看我手都打肿了 指甲也打断了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你不怕你不怕你倒是去和他打呀 他疼死我了 李总 李总 怎么回事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现在啊 搞什么责任制 天天下班 甩都甩不了波 好不容易放松一回 今天给你来个绝火 我给你算了 那也不合适 拿着这个来 等一下 跟你说点正事 你说了吗 什么呀 蓝城最近在查公司的账目 现在才想起来查账目啊 那我干嘛去了 就这 还是全国 全球 全世界 这个金融金啊 他还真把我左脚上 当做浪德虚名 就是 还找了李总和那个什么金秘术 赵李总 对啊 金秘术 他能扎出来 我跟他写 达邦一美装 世家集团的账目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不是你谁啊 不是 不是 我这是在账目上 弄得首相 他不必是受人指使 是 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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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蓝城 是蓝城支持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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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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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BI 对啊 对啊 你今天 为啥帮我 听说你暗恋我很久了 到处打听我的消息 行了 行了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是哪 今天看你从公司出来 神神秘秘的 就跟过来了 没有这么闲吗 我开的泰拳馆就在你公司附近了 那家泰拳馆是你开的 怪不得没人去 给我点面子 所以我现在会接些杂活 五贴全馆运营吗 现在找我 泰拳宗师 后期剪辑 人肉沙包 我还是挺杂的你啊 能不能够劳吗 行了 机门手 等一下 你相信 一见钟情吗 自从被你挡了之后 我就发现 还先不够乱 这毛病 怎么不能接着 大家先回去吧 不要打扰到这 可能休息了 还敢过去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W1集团高管在九华内被神秘人袭击 一是蓝陈兰才的打手 W1集团容归不成 蓝总财安排秘书武力威胁财务动监 对作家要进行暴力 财务动监视死不从 将这种保证 你去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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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 东哥 再开 我好歹一个太轩鬼快找到 有点面子吗 你不是跟那个男的走了吗 那不及解释了 快 去医院 我还没上呢 我先上 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情况有点复杂 我需要消化一下 所以那天是你打的吗 不对 你打的我 他打的 你的 你比较温柔 怎么 怎么会 所以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刚刚送你们来医院的又是谁 是李总 集团的总经理 我去看一下妈妈 没有李总走吧 好消失吧 喂 不要打我 姐 你还记得之前电话手的事情吗 什么事 那份奇怪的报表 你找到了吗 我去给财务总监会报过几次 他都没有给我任何反馈 所以我把那个文件保留在 WE美妆十佳集团 总裁办公室的文件主持架上的 一个粉红色文件夹里 找到了 怎么是空的 去哪了 陈儿 你是怎么管理集团的 家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这几经节公关时间 明天早上开个记者招待会 你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 给集团和公众一个交代 依然有记者拍到了照片 那这个什么金秘书肯定拓不了干气 为了维护公子名声 我们需要与金秘书撇清关系 主纹 你集草一份声明 说这一切责任 都是金秘书的个人行为 他是一个林氏工 与我们集团无关 当即开除 保留追究相关责任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 虽然那个孩子家境普通 家教也不怎么好 但是咱们也没必要 这么栽赃价 会给这么一个女孩吧 他的医生 可就这么毁了 你在教我做事 要看我集团的形象 而且现在 关键时刻 出了这样的差 妇人之人 早晚莫视 不关上爷的服务做的 好 这才像样 男人要以大局为重 现在距离发布会 还剩几个小时 快去准备吧 我回来拿手机 谢谢 谢谢 我先走了 你怎么回事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我 完全你算什么东西 你接没说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在说什么 不承认是吗 之前让我下班围堵你的 就是他 你说什么 听听啊 堂堂一个集团大总裁 居然找人恐吓他的秘书 什么下三大手关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精彩啊 精彩啊 给我演戏 装饰意是吧 我手机还有转张新录 还是做我们嫂子吧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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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比较想坐摩托 你刚说的究竟怎么回事 我都说了 就是蓝城找我打你的 没骗你吧 这不是蓝城微信 是曹总监的 反正蓝城不是什么好人 你好好人的你 你收了钱自然去唯独一个女孩子 我 最后还不是被你打了 手机拿来 看来这些人早就想搞垮蓝城 现在就不只是公司的问题 是私人恩怨 好 好 我知道了 这会有状况 我先回去一趟 萧嫂子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回来 这手脸 这手脸挺好看的 祝元城 我先走了 好 好 你来干嘛 我听说 家姨住院了 我当然要过来看看了 再说了 这次去着她的人 可不是我 不需要 我这里不欢迎你 谁稀罕过来 再说了 我不太喜欢家姨身上的味道 我还不进去呢 我劝你赶紧滚 滚 该滚的是你了 被你这么一搞 蓝蓝也彻底失去了利怀国际的投资机会了 你满意了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劝你 赶紧离开我的蓝蓝 我离开 她也不要你 要是我得不到的 我就毁掉 谁都别想得到 听好了 我的男人 你毁不掉 各位记者朋友们 你们不是想找金秘书吗 他在这儿呢 我是金秘书姐姐 我是金秘书姐姐 谢谢 没错 我是金秘书的姐姐 金秘书 我只说一次 明早我亲自会给大家一个声明 不要再来医院打扰我妈妈 现在都给我滚出医院 这里是医院 我已经给各位的报社都寄了律师喊过去 请你们删除今天的素材 以后也不要再来这里打扰他们了 你以为大公司就能为所欲为吗 让你们停这儿曝光与青海权隐私 谢谢你 你没事吧 小小女 我听到消息就马上赶过来了 我先去看看阿姨 不要不要我妈休息了 也好 那希望阿姨早日康复 感谢曾总 医生说我妈只是惊吓导致的 没什么答案 金秘书 我今天来其实有个不情之情 我希望你能够来自我的秘书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不想浪费了人才 你现在薪酬多少 我给双倍 我邀请的是你 不是你妹妹 你都知道了吗 我早就知道你们生猫胎的事情了 所以你愿意吗 金秘儿 现在事情有点多 我再想想吧 感谢曾总好意 其实你也知道 蓝总的家族企业以夕阳西下 内部病入高荒 不 我觉得蓝总一定可以 很好的带领公司发展的 蓝总有你这样子的秘书 真是幸福啊 那你知道明早蓝总要做什么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暂时没想那么长远 先把这个事情结了 让我好妈妈再说 也好 这些花就先给你了 我今天就宣布打扰阿姨休息了 再见 对不起 我会终于好的 爹地你不喜欢蓝总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你都算自主张 带我去上班 用武力危险没想发他们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跟妈妈的感受 那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要我看着外卖在公司 被人欺负到抑郁 我都无动于中吗 自从回家 你惹了多少事情 凌峰 顾千千 还有那些记者 下次还会是什么 你老是乱来 这个世界跟你的泪还是不一样的 我到底做错什么 我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公司啊 我还我 你是在帮我 还是在帮你自己 你现在用我的身份 在外面兴风作落 现在外面三个男的都喜欢你 三个男的 凌峰 曾怀石 还有 还有兰臣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 打扰我的生活 你敢不敢发誓 你不喜欢兰臣 我发誓 如果我喜欢兰臣 天打雷屁 你们吵什么 妈 你好点吗 妈没事 不用担心 妈 我去倒杯水 来 我们是一家人 你爸爸生前一直说 我们在一起 才算